雲林縣政府今天在劍湖山世界舉辦了一場旅遊安全演習 現在我們就一起來看看演習的現場吧 台灣進入後疫情時代 國內旅遊的熱度相當夯 為了提升旅客安全防護防災跟救難應變能力 2020年11月5號 雲林縣政府在古坑鄉的劍湖山世界主題樂園 舉行一場觀光旅遊業大量傷病患緊急救難演習 雲林縣副縣長謝淑雅跟古坑鄉長沈盛騰 都到場致辭表示 雲林縣今年要挑戰一千萬觀光人次 希望藉著演練過程 讓相關單位熟練緊急救難應變能力 衛生局 警察局 抖南分局 這些相關單位都要進來 為什麼呢 因為當發生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是很多工作 大家要分工 要合作 人人有事做 事事有人做 然後在第一時間的話 一定要做到不方不亂 大家覺得說 我們在劍湖山地圖有很安全的設備 很安全的救護 衝衝 所以我們現在大家都很辛苦 可以盡量大家付出 為了我們的安全的 和鄉親的這個地圖 可以覺得很安全的 這場救難演習 選在劍湖山世界知名遊樂設施摩天輪的周邊舉辦 模擬發生規模6.8級跟5級兩次強烈地震 設施受損發生火警時 配合警政 消防跟醫療人員 進行緊急救災跟搶救遊客傷患 劍湖山世界總經理王瑞棠指出 為了確保遊客安全 平常園內設施都有定期檢修 也經常舉行應變模擬演練 我們最大目的是要從平常是累積對於意外災害的發生的時候 我們能夠有非常純熟的團隊的救護的技能 然後來確保我們遊客的所有的安全的權益 來使遊客能夠達到最安全的旅遊環境的基本的目的 王瑞棠總經理說 演習就是要預防不必要的意外 除了強化各項安全措施之外 劍湖山世界也推出許多優惠活動 結合當地咖啡人文特色 讓遊客開心出門 平安回家 記者陳文旭 李佳金 雲林報導 好 來 看我這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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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